Hello 我是Fanky 不知道大家前两天有没有看到我 讲迪斯派的电导银 即是由上角这段片 上次拍出来的效果不是很特别 很普通 而且不用稀息 耗油量太大 觉得不值得去玩 但那天实在太急 所以今天要用几分钟时间 帮他拍短短片 帮电导银平反 为什么呢? 这颗色在睡觉之后 隔了一晚 睡醒后发觉原来很漂亮 出来的效果OK 交件来计 他噴到这样就OK 他原来放 我不知道放多久 总之我放了几个小时 他出来的效果更漂亮 还有大家记不记得上一次 我噴过一个透明金 噴了四层 没什么特别的 大家看看这颗透明蓝 我用透明蓝色去噴 全部都是迪斯派的底油 透明黑 还有自己的电导银 接着迪斯派的透明蓝 一系列的蓝 没有混合其他东西的 出来的效果 这颗蓝就很棒了 大家看到了 其实他的镜面效果做得很足 灯光之下应该很漂亮 但其实实物可能在拍片里面 在段片里面不太漂亮 镜头之下 但实物是很光泽很漂亮的 所以今天决心 都是用几分钟时间 和他说一下 这颗电导色 真是很正的 要平反一下 不要让大家误会了 它是没用 和太过普通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这颗电导色 上了透明蓝之后 它的光纱就很足够 如果以胶件来计 我觉得就已经很足够了 在灯光足够之下 可以在镜头上 都可以看到 这颗透明蓝出来的色彩 是很漂亮的 比起当日 我拍的那颗透明金 就漂亮很多了 在匙羹里面 我们看到它的颜色 很够光泽 所以 这一笔斯派的电动银 我觉得虽然贵了一点 但反而 它有它的价值在 拍完短片 就和迪斯派这只电动银 就平反了 好不好用呢 就见仁见智了 因为不是每个人喜欢用电动式的 但只不过 千万不要有个误度 让大家觉得 这么贵的一瓶 三四十元一瓶 出来的效果不差 因为它不需要稀释 其实它真的贵了 因为 如果你要稀释 用FINNER 起码一瓶两瓶用 如果现在 三四十元一瓶噴内 几件件我就真的噴完了 其实这些 池羹 你噴了几枝 差不多半瓶了 所以 噴得太厚也没用 噴得薄薄的一两瓶 它就已经出了效果了 嗯 透明色也是 噴四五瓶是没用的 噴到你OK 自己觉得足够就可以了 好不好用 就见仁见智了 记住做三件事 订阅分享 给个like我 记得按一下小铃 和别人平反了之后 自己的心情也好一点 好了 我是FANKY 下次再见 拜拜